世界杯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場外卻傳出震撼消息 英超曼徹斯特聯隊22號 宣告在雙方同意之下 葡萄牙天王球星C羅 將正式離隊即刻生效 C羅也隨後發表聲明 證實已經和曼聯終止合約 並強調我愛曼聯也愛曼聯的球迷 不過是時候追求新挑戰了 在世界杯開梯前 C羅與曼聯的分身就越上台面 C羅接受專訪拋出震撼彈 除了指控老闆格拉瑟家族 不在乎球隊 還爆料總教練 滕哈格五月接掌曼聯兵符號 讓生涯五度奪下金球獎的C羅 在球隊中的角色逐漸邊緣化 甚至還逼他離隊 C羅的新生兒 而今年四月夭折球隊高層也缺乏同理心 接連失禮的行為也讓他覺得被球隊徹底背叛 而曼聯高層也氣到揚言要C羅 世界杯結束後不用回來了 他在腳上撞了自己 我認為他已經結束了 他已經結束了他的運動 你永遠再回到你的前輩 這就是我自己結束了 生涯的曼聯發跡的C羅 去年回歸二度效勞曼聯 如今英國衛報還指出 曼聯已經指派律師要控告C羅 違反明年七月才到期的合約 雙方撕破臉不歡而散 但隨後還傳出更戲劇性的消息 擁有曼聯17年的格拉瑟家族 拋出可能轉賣球隊的震撼彈 在格拉瑟家族掌控之下 曼聯的場向表現逐年下滑 自從2013年後 就再也沒有在英超拿下冠軍 曼聯接連爆發球王出走 球隊可能一阻雙重大動盪 震撼足壇 近期新聞電影中帶來人報導